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有一回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又吵起来 吵得非常的厉害 家里很多东西全部被砸得稀巴烂 后来妻子指的老公怒吼道 你怎么不赶快去死啊 你死了这个家就太贫了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过去 发脾气吵架的时候都会讲这句话 当时的老公跺着脚咬着牙 狠狠地接口道 好好哪天我真死了 我看你后悔不后悔 这本来是夫妻俩的一两句句话 而且过了几天 他们夫妻俩又和好了 不料过了没多久 老公真的死了 因为他遭遇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全车人都没有大碍 就他一个人丢掉了性命 用我们学佛人讲 有的时候不要去诅咒别人 尤其我们念经的嘴巴 会念大悲咒 会念心经 要多说好话 要恭喜大家身体好 健康 各方面都好起来 那么别人就会真的 有这种气场好起来 去骂人 你虽然诅咒了别人 但是谁知给你带来 无尽无边的痛苦 我就会喜欢你 我有点心疯自己 好好喝 感谢你 我们公开 但是我们都讲